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知道北极熊分布在缓北极圈的浮冰和岛屿上 而宗雄则生活在温戴真义林地区 他们生活的区域相距很遥远 所以从未谋灭 可是如今在北极圈附近却出现了宗雄的神眼 这一违反常理的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照片的拍摄地就在挪威的斯瓦尔巴特群岛 它位于北极圈附近 距离北极点仅有一千一百千米 整个群岛在巴伦之海和格陵兰海之间 被北冰洋的海水围绕着 这是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 在近三万九千平方千米的荒野上 矗立着几座高山 虽然这里冬季的气温常在零下三十摄氏度 还是有许多动物生活在此 其中就包括北极熊 驯鹿 狼 狐 等 文明渝室的极光 大片的冰川和独特的动物 也吸引着探险者和摄影家的目光 皮特是一名摄影师 这一天 他发现一头北极熊正在四处游荡觅食 他远远地用镜头追踪着这个大块头 突然 几个毛色综黑的大家伙闯入画面 是谁竟敢毫无顾忌地靠近极地霸主北极熊呢 他来不及多想 急忙按下快门 仔细一看 他吃了一惊 闯入镜头的竟然是三头棕熊 这个被偶然记录的瞬间轰动了世界 在科学家们看来 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离奇场面 本应生活在温暖地带的棕熊 为何来到了这个极度严寒的世界 是追踪猎物之死 还是被人类带到这里 他们是孤独的流浪者 还是一个棕熊种群迁徙到这儿来 联想到近年来 北极圈附近已经不止一次 发生北极熊袭击人类的事件 科学家们担心 这些异常现象是否意味着 北极圈附近的地理环境 发生了某种变化 一支科考队准备前往照片的拍摄地 去寻找真相 科学家登上斯瓦尔巴特群岛 这片冰雪之地被台原所包围 四周散落着狩猎点和新近开掘的游景 以及随处可见的熊出没的警示牌 经过几天的搜索 科学家发现了一头棕熊 通过望远镜观察 这是一头怀孕的母熊 它会不会就是照片上 那三头棕熊之一呢 北极的冬天 气温会骤降到冰点以下 海岸已经冰封 海浪和潮汐也随之消失 只有风裹着雪四处扫荡 大型动物的觅食行为变得十分困难 可是本该在温暖地带吃松果 和大马哈鱼的棕熊 为什么会出现在寒冷 而且食物短缺的北极圈附近呢 虽说同属于熊科 但是北极熊和棕熊在栖息地 和生活习性上 却有着很大的差异 北极熊分布在北极冰原 以海豹等动物为食 而棕熊却是以浆果和鱼类 为食的杂食动物 它们分布在森林草垫 或者海岸线附近 棕熊不会踏足北极地区 因为这里极度严寒的气候 和食物的短缺状况 并不符合它们的生存需要 可这只怀孕的棕熊 为何来到这片冰雪世界呢 而且还是在一年当中 最寒冷的时候 科考队首先想到了基因变异 出现的北极的棕熊 会不会就是基因突变的 北极熊呢 例如繁祖现象 科考队提出了这一假设 依据的是两者的亲缘关系 实际上 北极熊正是棕熊的一个亚种 那么 北极熊当初是怎样来到这里 它们又是怎样适应这里的 寒冷气候的呢 科考队通过对大量化石的研究发现 几十万年前 地球的气候发生了变化 北极地区渐渐由浓绿 转为枯黄 慢慢变成白茫茫一片 冰河时期到来了 冰川将棕熊种群隔离开来 大部分棕熊 迁移到了气候相对温暖的地区 有一个亚种 却留在了北极圈附近 为了适应极地环境 它们逐渐做出了适应性改变 它们的皮毛 由灰色变成了白色 因为在一望无际的冰原上 没有树丛等遮蔽物 与冰雪一样的茅瑟 使它们便于隐蔽 也更容易接近猎物 它们的形体也发生了变化 脖子变得更长了 便于游泳 也便于查看冰面上的情况 耳朵却缩小了 这减少了冻伤的可能 另外 它们的脚下长出了厚厚的肉垫 这更有利于在冰面上行走 一系列适应环境的进化特征 使它们彻底从棕熊种群中脱离出来 成为一个新的亚种 北极熊 北极熊有着如此特殊的前生金饰 科考队分析 游厅在北极圈的棕熊 会不会就是北极熊出现了反祖现象呢 反祖是指生物体偶然出现了祖先的某些形状 比如家养的秦类 经过人类的长期驯化 早已失去了飞行能力 但是在家庭中 有时会出现一只飞行能力特别强的鸡 鸭 鹅 原因就是出现了反祖现象 使其飞行能力得到了恢复 反祖现象也被科学家当成是生物进化的一种证据 随着对北极棕熊的进一步观察 科考队发现 如果是反祖现象 那么它应该只是局部出现棕熊的特征 比如毛色退化成了棕色 但是照片中的棕熊 无论体型还是耳部 颈部的细节 完全没有北极熊的特征 也就是说 这是彻头彻尾的棕熊 根本找不到北极熊的典型特征 可见反祖现象的推论 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那么这会不会是在觅食途中 误入北极圈的棕熊呢 他们只是偶尔与北极熊相遇 或许很快就会离开这里 然而 科考队在进一步考察后却发现 棕熊已经强占了北极熊的巢穴 做好冬眠的准备 看来他并不想离开这片冰原 这是一个罕见的特殊案例吗 科考队查阅大量资料 结果他们找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数据 2010年 美国《科学人》杂志刊文指出 棕熊的活动范围不断向北极延伸 已经在部分地区与北极熊的生活范围重叠 从1996年到2008年 科学家在北极地区发现过六次棕熊 这个数字还在逐年增加 研究还显示 棕熊不仅抢夺北极熊有限的食物 抢占北极熊生产的冻穴冻棉 他们还捕杀北极熊幼崽 这些都使北极熊的生存受到威胁 看来 出现在北极圈的棕熊并不是罕见个案 专家担心棕熊频繁出现在北极熊的势力范围 这会不会是物种入侵的前奏呢 如果棕熊大举来到北极圈 他们将打乱这一地区的生态平衡 带来一系列的生态危机 然而 有人也提出 会不会有一只棕熊亚种 长久以来就生活在这一区域呢 虽然这里遍布寒冷的冰原 但是否也会存在一个相对温暖的小环境呢 这时科考队突然接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在斯瓦尔巴特群岛首府朗伊尔滨城附近的一个煤矿 似乎有证据可以支持这一推论 原来 几天前 煤矿工人在七号矿井挖掘煤层时 在矿井顶部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物体 因为此前矿洞里出土过巨型恐龙的骨骸 这一痕迹是否也和化石有关呢 他们马上联系了科考队 在现场 科考队员很快做出判断 矿工们发现的正是史前河马的脚印 河马是生活在沼泽河湖等湿润地区的洗温动物 它们的遗迹出现在北极 这一证据显示 北极地区并非一直都是冰天湿地 这里也曾经有过温暖湿润的气候 如果这里曾经是河马的家园 那么棕熊以及它的亚种也完全可以再次生存 实际上 地球在四十多亿年的历史中 曾多次降温变冷 形成冰漆 即地球表面覆盖大规模冰川的地质时期 然而 在两次冰漆之间却有一个相对温暖时期 称为建冰漆 大幅度的气候冷暖交替 使得冰盖规模时而扩展 时而退缩 冰漆和建冰漆交替出现 这也许就是北极地区出现草原动物化石的原因 然而 如果要证明却有一只棕熊亚种在此留下来并延续至今 科考队还是要找到一个关键的证据 温暖地带 它们能找到吗 科考队通过查阅资料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线索 十九世纪 德国人奥古斯特制定了一份寻找温暖海域的计划 并于1868年前往北极探险 但是他并没有找到那片温暖的海域 船队所到之术都是坚不可摧的伏兵 1909年探险家罗伯特·佩里声称已经找到温暖海域 但他的结论至今仍然是备受争议 这些极地探险家们的尝试最终正迟 在北极地区所谓温暖地带还只是一个传说 那么科考队的实地考察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吗 北极圈内的面积有2600万平方千米 比北美洲和格陵兰岛加起来的面积都大 但这是地球上的最极端的地区之一 三分之二都是冰封的海洋 科考队沿着冰面开始了实地勘察 一条年轻的格陵兰金被困在了这里 看来在天气温暖的时候 它没有及时迁徙到南方 白金的情况也一样 如果等不到春天冰架融化时 再前往开阔海域 他们就会窒息而死 看来动物必须掌握特殊的技能 才能在这里生存 有的动物要在冰窟中熬上几个月 不过这对北极熊来说 却是个绝好的机会 这些孔洞就意味着一场盛宴 北极的自然法则 对于科考队而言同样残酷 在茫茫冰原上寻找温暖地带的证据 绝非一事 在斯瓦尔巴特群岛 科考队几个月的辛苦并没有白费 他们在冰盖下面又找到了其他食草动物的化石 包括一只顿角兽的化石 这些证据让科学家做出推断 六千万年前 这里可能是一片植被茂密的草原 顿角兽曾广泛分布于北美洲和亚洲的温带草原 但谁也不会想到他们会出现在北极 挪威科学界得知这一发现后松了一口气 因为我们一直以为 在五千五百万年以前 斯瓦尔巴特群岛除了植物什么也没有 不过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了 这个说法是非常不正确的 看来早期探险家认为北极有温暖海域 并非空穴来风 因为这里曾经是食草动物的天堂 所谓温暖地带确实存在 只是它出现的时间是远古而不是现在 科考队经过数月的考察证实 在今天的北极圈附近 并没有适合棕雄生存的温暖小环境 因此这也不能成为棕雄和北极雄 在此相遇的依据 然而数月的考察也启发了科考队 诸多证据显示 是气候变化影响北极地区动物种类的分布 也是气候变化 让棕雄与北极雄分道扬镳 进化成了不同的物种 那么如今 七夕地与丙性都不相同的两种动物走到一起 会不会同样是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呢 科考队查阅了北极地区的气象数据 结果显示 过去十年间 北极地区气温明显上升 自2001年以来 这里每年融化并重新冻结的海冰面积一直在缩减 每年缩减的面积几乎相当于一个英国 而且北极地区变暖的速度是全球其他地区的至少两倍 在未来150年 地球的气温会越来越高 据气候专家说 冰岛人今后就能够在自家门前的花园里种橄榄树 看见了吗 冰雪在融化 为什么北极地区的温度上升速度更快 这和阳流有着密切的关联 阳流是地球表面热环境的主要调节者 它像传送带一样 将来自低纬度海面的暖流 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高纬度的北极 使得极地温度成倍的上升 在过去30年里 地球平均升温不足 1摄氏度 但北冰洋大部分地区却上升了大约3摄氏度 一些冰原消失的地方 气温甚至上升了5摄氏度 气温上升给北极带来怎样的变换 科考队决定对格林兰岛的彼得曼冰川 做一次深入的分析 这里是北半球最大的浮动冰川 他们在冰川的心脏钻了一个洞 然后将一根探测器 插入冰面的一处漩涡 测量出温度和沿度 彼得曼冰川长130千米 实验数据显示 流动的河水正从下方慢慢融化冰川 这种融化作用比太阳的照射强25倍 资料显示 1980年北极地区夏季的海冰覆盖面积 比现在要多出25% 反射阳光的冰越少 海洋变暖就越快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也是北极变暖的速度比其他区域高的原因 科考队还发现 融化并不是从北极中心开始的 而是从冰盖边缘逐渐向冰原中心推进 流到基岩上的河水相当于冰川的润滑剂 使冰川流向大海的速度变快 于是越来越多的冰山从冰川上分离开来 目前北极圈内的海冰较薄 从这个海岸以北是北冰洋的深处 也是北极熊的主要活动区域 冰盖如今已经融化入海 往年夏季 冰盖距离加拿大北岸只有80千米 而现在这一距离竟然达到了300多千米 科学家据此推测 不久之后 北极的夏天可能会找不到浮冰 许多动物的栖息地也将完全消失 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北极熊 因为他们的捕食方式就是潜伏在浮冰上 刺激捕捉海豹 浮冰的消失让他们没有了赖以生存的狩猎平台 失去了立足之地 捕食变得十分困难 浮冰越来越少 一个两难的选择摆在了北极熊的面前 到底是去北面的冰原 还是游向南部冰盖融化后露出的大陆呢 最终部分北极熊选择游向大陆 在那里他们生活得怎么样呢 为了寻找答案 可靠队一行从格陵兰岛的冰盖中心 来到冰川融化地带继续考察 放眼望去 海面上漂浮着一具具白色的尸体 死去的小熊被海浪冲上了岸 侥幸上岸的北极熊虽然没有淹死 但也早已累得筋疲力尽 他们力尽艰辛来到这里 可这儿却没有多少东西可吃 北极地区气温持续升高 不仅使得北极熊为寻找食物飘扬过海 来到北极圈附近冰盖融化后的陆地 而且也影响到了棕熊的活动范围 有科学家在北极圈往北 大约1000公里的梅尔维尔半岛 发现了一个熊的爪印 从这只熊的毛发中获得的DNA 证实这是一只棕熊 人们还在波夫特海 到哈德苏湾的一些北极冰山上 发现过棕熊 这些证据都表明棕熊有逐渐北移的趋势 它们正在向纬度更高的地方 扩充它们的活动范围 北极圈附近冰盖逐渐融化 露出露地 这使得原本生活在寒温带的棕熊 开始逐渐向北迁移 它们已经可以适应北极圈附近的温度 于是向南迁徙的北极熊 与向北迁移的棕熊 最终在北极圈附近狭路相逢 两者的栖息地正在发生着重叠 科学家担心 随着在北极熊的栖息地 出现越来越多的棕熊 它们不仅会争夺北极地区有限的食物 而且还可能干预北极熊的繁殖 这种杂交可能会改变北极熊的遗传特性 产生不良的生态学影响 气候变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它会打乱生态平衡 比如原本在冬季数量锐减的昆虫 因气候变暖而大面积繁衍 引发局部的生态灾难 这生物多样性也受到了破坏 像珊瑚就会因真菌和海藻感染 而大面积死亡 另外它还改变了植物生长的节奏 那些依赖植物生存的动物们 进食繁衍和迁徙模式都因此发生改变 而这些变化最终都将影响人类的生存状况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明天见